黎巴南武裝組織真主黨成員所使用的呼叫器 17號在全國多地集體爆炸 造成至少9人死亡 還有約3000人受傷 伊朗跟真主黨指控以色列是幕後黑手 不過以國軍方並沒有多做回應 而美國則表示事先並不知情 也沒有參與其中 現在傳出這批呼叫器 疑似是台灣廠商製造的 男子超市逛到一半 包包突然爆炸 發出巨大聲響 他也因此倒在地上哀嚎 嚇壞所有人 爆炸事件不止一起 收銀員被爆炸嚇到逃窜 街上也有人受傷 各地救護車鳴笛聲四起 情況危急 黎巴南多地17號連續發生爆炸事件 而爆炸的物品全是武裝組織 真主黨成員所使用的呼叫器 集體爆炸造成多人死亡 死者包含真主黨國會議員的兒子 跟一名女孩 還有上千人因此受傷 連伊朗駐黎巴嫩大使都受到波及 當地衛生單位表示 有幾百人傷勢嚴重 傷亡人數可能持續攀升 我沒有任何詳細 我可以告訴你 我可以告訴你 有任何美國的影響 真主黨幾個月前引進這款呼叫器 卻發生爆炸憾事 伊朗跟黎巴嫩都把矛頭指向以色列 不過以色列軍方目前沒有多做回應 真主黨官員表示 這是他們跟以色列開戰以來最大的安全破口 而以色列最大的盟友美國 則表示他們不知情 並沒有參與攻擊 也呼籲伊朗跟真主黨 不要借機升高中東緊張情勢 張宏藤編譯